有关下列分子或离子形状何者不正确 我们可以利用VSEPR价格层电队互施理论来预测 单中心原子的混成国域进而预测出分子或离子的形状 对于中心原子加电子对总数而言 也就是N加N为中心原子加电数 加上外围原子增减电数再加上电数除以2 外围原子的增减电数的话 氢跟乳素等于1 氧为0,氮为-1 因此对于A选项而言 SBH3 S3为5A组的D 氢 增减电数为1 总共有3个 然而整个乘以 除以2 也就是乘上1分之1 等于4 然而它的外围电数只有3 所以又等于3加1 加1是指有一对个 Lompel固电子对 而B选项SF2 留为6A组 佛乳素增减电数为1 总共有2个 没有电荷 所以因此加起来 再除以2 所以等于4 然后外围电数只有佛 两个而已 因此为2加2 表示SF2 具有两对的Lompel 而C选项 NH4 正安离子 但为5A组 氢增减电数为1 有4个 而电荷正1 表示失去电子 因此必须要 减1 再乘上2分之1 因此等于4 然而 外围电数有4 又等于4加0 因此对于 安离子 并没有Lompel 而D选项 二氧化硫 硫为6A组 氧的增减电数为0 总共有2个 没有电荷 因此再乘上2分之1 等于3 然而外围的原子数有两个 因此又等于2加1 具有一对的Lompel 接着1选项 BF3 BF3 彫为3A组 佛增减电数数为1 总共有3个 没有电荷 因此加起来乘上2分之1 等于3 而外围原子数有3个 因此又等于3加0 因此对BF3 而言 没有Lompel 接着 我们在利用表的数据来判断分子的形状 对于A选项而言为3加1 因此 它是属于 有一对的Lompel 所以属于脚椎型 所以这是A选项 SBF3 脚椎型 而B选项 2加2 所以 B选项2加2有两对Lp 因此B选项的SF2 为脚椎型 C选项 NH4 为4加0 所以 没有Lompel 因此 NH4 为正四面体型 接着D选项 二氧化硫 为2加1 2加1等于3 有一对Lompel 因此 二氧化硫 应该为 脚形 最后 E选项 BF3 BF3 为3加0 因此 没有Lp 都不估电子队 所以为平面三角形 所以 E选项 BF3 为平面三角形 所以 答案 下列合者不正确 答案N为 租 不正确 二氧化硫 因为脚形 才对 B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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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3